香港今早發生就犯事件 一名18歲的疑犯在環額時報稱不息 於是在兩名軍裝警員的陪同之下 來到伊尼莎白醫院急診室後診 疑犯指他覺得冷,准許以毛毯包裹身體 期間他暗中鬆開手扣,而且成功逃脫 但其後又在茶灣被捕 消息指這兩名警員,其中一個人是剛剛離開學堂的生澤師兄 而另一人就有十多年的當差經驗 另外,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委員陶謹申 形容這次事件離奇,並為警方的嚴重失誤 警方應該好好檢討,否則同類事件會再度發生